公開寧出席電視劇宣傳活動 不少網友都說笑話 新劇的劇情十足十警訊 高靈說 現在資訊科技發達 真是引生了不少電子騙案 希望可以用新劇來警醒大家 不要被人騙 那你又有沒有遇上網上騙案 我最近收到很多類似騙案的訊息 例如有些人說自己很需要錢 他想我借十幾萬給他 有些人說要研究身形的口罩 就要我資助一萬元給他 還說叫我身邊所有的朋友 每人資助一萬元給他 他就可以研發成功了 要祝福人群 不過最近有一宗 我真的有點擔心 他發了很多身體的乳傷 傷口 被人虐待造成的傷口 然後跟我說他被人禁錮 他需要我幫他報警 還有要我去救他 一開始我真的擔心 直到我發覺他每一天都會發訊息給我 我就會覺得 一個被人禁錮的人 怎會每天都可以發訊息向我求救呢 後來我就覺得可信性又不是太大 我就沒有來